各位华人朋友大家好 本期我们有幸采访到了West Windsor西文沙市的学区委员张银潮先生 他现在将要竞选西文沙市议员 此举不仅得到了西文沙市群众的热烈响应 也得到了来自政界包括薛信夫市长 与Kamil Conant市议员的肯定与支持 张先生的当选与否将对我们华人在西文沙 以及新泽西州的地位有巨大影响 让我们来一起听听张先生以及竞选团队发表的理念和宣言吧 大家好,我姓张,名银潮 银是欢迎的银,潮是潮水的潮 我住在新泽西的西文沙市 西文沙市的英文名字叫做West Windsor 也叫做Princeton Junction 我今年准备参加选举西文沙镇的议员 也叫做Council 就是当时的Council 希望得到大家支持 这个问题是我为什么参加竞选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移民到了美国之后 美国给了我们很多 我们从一无所有的一个请学生到这边美国给了我们机会 我们在这里边生根开花 所以并不是一条很容易的路 但是呢 如果从政的话呢 我是个人觉得是对社会的一个贡献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关于我今后或者是从政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的话 我觉得可能两个方面吧 一个方面是自己的对时间的管理 因为美国从政的话呢 还是要花很多时间 那他进行的从政的话 也是没有什么钱的 像我现在做的学区 连凭分钱也没有 每个星期 星期二要花一个晚上时间开会 平时要有很多的事情 可能要讨论 然后商量 那下面做的这个 修理证的这个议员呢 或选担的话 也是每个星期一的晚上要差不多开会 所以这个从时间的管理来说 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是因为要共存这个工作 还有往家里 还要去建议这个社区的服务 那另一个挑战 我觉得就是怎么样把自己的个人的理念 跟社区的理念 最主要就是我们华人的理念 能够把它融合在一起 能够通过参政 提高我们整理华人的这个实力 那这方面的话 是人者见证 人知者见证 不是说大家都能够完全同意 比如说我最近在学区里面 做的这个决定呢 也得到很多华人的质疑 挑战甚至是攻击 我觉得这都很正常 因为不可能是在任何一个决定下 得到所有的华人 或者所有的community的人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 就是怎么能够去 英文叫optimize这个solution 所以就是让这个solution能够 benefit the most people most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residents 然后也是most of the community members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关于说大陆从政跑龙炮这个现象 我觉得我在猜测这个问题的背后的想法 可能是说是不是觉得大陆现在从政呢 都是没有实质性的 是不是比较superficial 还是或者是只是跟着大陆在走 如果是这个想法的话 我觉得我其实不是说完全同意 我觉得其实大陆的人的话 过来之后他有一些自己特定的想法 有我们华人的特定一些利益 那我觉得应该是两方面的去结合 一方面呢 应该是坚持自己的群族的利益 另一方面呢 也能尽量跟其他的群族和整个社会 做到一个比较好的融合 能够找到一个比较能够让 多方面都满意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这其实是蛮有挑战性的 所以也不是这么太容易的 所以这个当中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交流 交流包括 我比如说跟这个社区 各个社区的不同的层面的交流 包括我们当然主要是华裔的 还有非华裔的交流 然后跟有不同意见的人的交流 那我们华裔人之间也有不同意见的 那跟主流的这一些各个方 各个团体的话也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和 和这个想法和opinion啊 那这个怎么去交流 我觉得是很重要 所以就是说 应该是在充分交流 了解到各个方面的想法的基础之上呢 能够从实质上去解决一些问题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不是说只是一个 炮龙套或者只是一个橡皮图仗 能够真正的做到 有效的做些事情 我们还有幸采访到了 正在竞选市长的 Kamal Kahnan 先生 我的名字是Kamal Kahnan 我是为了北京的总统 我曾经在北京的总统 四十五年代 两年代我曾经总统 我当时总统 在一年代我曾有会议论的 every board and every commission that we have and I left the council in 2013 and since then I've been a member of the Mercer County Improvement Authority I have been advisor to the environmental commission okay and also I have been I'm a board of commissioners of the Texas Assessors office I've known Mr. Chiang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he's a member of our democratic committee and I'm the chair of the democratic committee and I know him for his education I supported him a lot when he ran for the school board and I know he's done a great job as a school board member and I think his reputation is great I think his contribution is great and I think he's going to make an excellent, excellent council member 现任市长薛信夫先生也简短的描述了他的想法 薛信夫 薛人贵的薛 信与和平的信 孔夫子的夫 我是现任西文沙 纽洁西西文沙的市长 这是我第16年 第四届的最后一年当市长 再留个月我就退休下来 那我以前在议会里面当过八年的议员 然后又四年当议长 然后总共在今年年底下来是十六年半市长 有四任就这样 到现在现在是School Board Member 那我的感觉他是很适合能够接上 选我们这个Consul 议会的位置 那当然这是地方政府的起步了 那当然我是希望大家能够从这里边 然后到实际上的政治纪念 然后再往上更上一层楼 这个或是希望年轻他可以前途是无量的 让我们听听张云潮先生的同事和朋友们对他的看法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们最喜爱的最努力的 为我们华人争取的光荣的薛市长 决定在这一个任期结束以后 不再出来竞选了 我们都很难过 可是也没有办法 West Windsor 中国人说话的人了 而一向热心无公益的社区服务的张云潮 这次决定出来竞选 市议员正好可以接替薛信夫 让华人有一个可以代表自己声音的人 我们大家应该起来 大家要团结支持他及鼓励他 他在这些计划的表现 他在这些计划的表现 我认为我们继续的地方 为了华人争取得更大的变成 我们必须支持这个计划 我们必须让大家去订阅 大家要去订阅 很多人都想要去订阅 但是如果他们不去订阅 我们知道什么事 所以每个人都不在订阅 每个人都在订阅 我们在订阅 我们在订阅 我们有个年轻人的选择 8票 到6000票 所以每个人都在订阅 每个人都在订阅 我们都在订阅这些计划 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